前面建的竹屋小了一点 所以今天在竹屋的背面又建了一个福台用来钓鱼 先把福台的材料搬上来 搬材料太费时间挺腻了 所以更新的比较慢 先把框架的形状摆出来 以前方管之间连接固定都是用螺丝 有好多朋友都说那样不牢固 所以我这次打算用电焊把它们焊接在一起 这样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大体框架差不多焊接好了 还差几根焊接好就可以下水了 这个福台长是6米宽5米 做钓鱼台应该是足够了 把所有焊接点都喷上黄锈漆 福台的框架就算完成了 框架焊接好了 以后就可以准备福利了 福利依然是用塑料瓶 因为我选来选去还是塑料瓶比较合适 以前塑料瓶之间的连接是用铁丝 现在竹屋下面的铁丝都开始生锈了 所以这次我换成了不锈钢丝来连接它们 这样后期就应该没有问题了 竹屋用了800个塑料瓶 这个福台我只用了200个 因为福台上面没有太重的东西 最多是后面种点葡萄 蔬菜什么的在上面 所以200个应该是足够了 为了安全还是把我的救生衣穿上 以前竹屋的福台是我先把鱼塘的水放了一些以后 才在水浅的地方搭建框架 等框架搭建好了以后 把塑料瓶放在框架下面 然后才慢慢的蓄水 让框架浮起来 这个框架比较新 所以现在就用了这种比较简单粗暴的方式 其实这种天气在水里干活要比岸上舒服多了 因为水里至少要凉快很多 的玉米 现在这些瓶子只是大概的放了一下 并没有固定 后面在框架上铺木板的时候 再固定它们 框架差不多完成了 明天就可以在上面铺木板了 明天就能转联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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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木板搬上来以后 用螺丝固定在框架上就可以了 用螺丝固定在框架上 为了让佛台受力比较均匀 每排塑料瓶都是放在两根方管之间的 每块木板之间我都留了差不多一厘米的空隙 这样上面小的灰尘就可以直接掉到水里面去 把扫起来比较方便 不像竹屋里面的竹地板 把扫起来非常的麻烦 把扫起来 把扫起来 把扫起来比较均匀 我几天的努力终于把扫台中间的木板铺好了 后面就可以开始完善两边的水池了 今天爷爷教我做了一个捕鱼神器 用我们的方言叫虾爬 竹子要选老一点的尽量吃一点的 还要看吗 还有看吗 先把竹子锯成合适的鱼神器 竹子锯成合适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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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了好久了 往了好久了 爷爷的耳朵有点听不见 有点听不见 让爷爷削足条 我先去准备了一些其他要用的材料 我先去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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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装allo 这是这个准备 我先去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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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